Hey Kenji, 欢迎来到即场Marketplace Hello 可不可以介绍一下自己 好,大家好,我叫Kenji Wong 我本身是做不分的顾问 之前是做一些Digital Marketing的工作 近几年开始做了不分 因为看到市场趋势 所以我们开始做这方面的事 不分呢,现在都有很多人问 是一个香港政府资助比合资格中小企 一个50%的发展基金 它可以用在很多不同的地方 不过就一定要是非本地的一些业务 你问得好,Ivan 申请不了的多数都是一些没有业务 被视为空殼公司的 即是说它没有一些收入证明 没有一些公司户口都没有那些 或者没有audit report 没有一个实质业务证明 就没有资格申请 通常我们都会在做之前去做一个评估 刚才说到,你说一定的企业里面 都要有所谓流水 有公司的业务实质 如果是这样,因为近几年疫情下 大家都艰苦经营 你有没有接触过 有些客户是做一些空殼公司 或者业务不够的 都找你帮忙去申请的 首先想说,我们做这么多宣传 一定有接触过的 不过,老实说 一定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申请的 我们公司都是拿正来做的 其实我们会筛选过 那些真是合资格才帮它搞的 那不合资格怎么办呢? 当然不会叫它走 我们会叫它先搞一些盘数 甚至我们会介绍一些会计 帮它整理一些文件 整理盘数再来申请 不过时间也有点久 通常一间新公司都要等18个月才做数 这样才起码有基本的资格申请 这个我每天都会遇到的问题 那为什么它自己不申请 或者直接找官方去做呢? 就是因为BUD 相信是帮金一些中小企分定 最复杂的一件事 为什么不复杂呢? 就是它时间长 交的文件比较多 以及做的事比较仔细 通常一般公司都没有这些人手 以我了解 大部分都喜欢找一些会计做 那些老闆通常会觉得 喂,这些会计当然搞定了 但是这些会计就是找我 为什么呢? 他跟我说 喂,我不想OT 因为很久 我只是看那些条款 都看了一天 然后真的搞的时候 搞两个月才知道自己没有不合资格 那这些都是企业的成本 就是你用你的员工的成本 去做一些不是他熟的东西 所以才产生有顾问这件事 那原因是我们哪有单接呢? 一定是有我们的空间 但是我们很快 基本上一个小时内 我会知道你批不批 这个才是肯定的 一个小时就知道你批不批 当然有 其实我们不是做得很久 不过短短这两年多里 我们都做了超过1500万的单 即超过1500万成功批到的额 大概有20多个客户左右 有大有小的 其实我们公司的特色是 我们不会嫌你小就不做的 即是几十万我们做过 一百万都做过 最高市的批是167万 在同一个客户里 因为它一边做内地 一边做新加坡 那两个都批了 就是167万 各行各地都有的 一定是一些中小企 有些公司 我觉得它已经是很大的 它都是拿资助的 所以现在的环境里面 我相信会越来越多 这些公司去问我们 那我们增加到 我们的成功率 就是靠我们的经验 和我们的团队 因为我们团队 当然大部分都没做过 因为之前 不会有不分顾问这个行业 其实真的近几年才有 那我们是用我们的 经验加上我们的努力 加上跟客户很有耐性的 去沟通 而去做回来 其实大部分都是这样的 因为如果很容易搞 真的自己都搞到 那为什么要找我们搞呢 就是找我们负责 去跟政府那边做周全 那他们问这些问题 都挺多的 甚至乎我觉得 都会有点挑骨头 但是如果那个品牌 或者客户 是真的有好的品牌 有好的产品 其实就不怕被人挑骨头 而且大部分都是肩做的 就是真的想拖钱海外 或者它是有实力 是做到内地市场的 那其实它怎么问 我们都可以回答它 因为基本的东西是足够 再加上我们的经验 逐条逐条答 真的 因为政府可能会有些沉气 真的可能隔两个星期 问你一次 隔一个月又问你一次 或者突然间又叫你补文件 那你这些过关的东西 已经过关了 那你就搞定了 那当你得到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哇 真是轻松了 其实从来没有说过疏爽 只不过是看对象 因为我们的经验里面 大部分成功批到的 都是一些有实力的公司 甚至乎叫有钱的公司 就是说你没有钱 就反而未必批到 有钱就差不多一定批到 这个大家自己想 究竟政府是帮什么人 帮什么企业呢 但是大部分都是一些 已经有齐了所有的 应该有的背景 它才批到的 反而你什么都没有 重新搞的那些 就难批一些 Kenji 听你这么说 那这个不就好像本活倒置 申请的基金就是想去 拿到好的资源资助 如果已经是well established 上市的企业 那么它有那么多资源 又申请 那不就穷者愈穷 那不就富者愈苦 哦 其实呢 分定那些有分level 那我们公司主力 就做不分 就是每一次有100万 累积的600万 这种 那坊间有点小一点 如果客户的业务本身 只是做了本地 那我们会建议它 申请科技卷 因为科技卷 真是资助它 在本地发展一些 IT的项目 那或者它只是做出口 很少的item 我们都建议它做EMF 就是做一些海外推广基金 那build 真是给这些 去托展海外 真是由头到尾 由租地方 请人到宣传 就是什么都做 你很多东西做的 你就一定要找不分 如果不是的话 其实你本身自己都比不起 因为不分 它是很看待你出的一半 其实政府就看你出不出的一半 你连那100万都出不了 它怎会给你100万呢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嗎 首先 BUD 和通关 其实不是太大关系的 通关是和个人有关的 因为我们有很多客户 未通关 它都照做到 因为第一 它本身在内地已经有员工 而且它在海外已经有客户 它只不过是利用这个资金 令到它这个经营更加容易 以及截散了50%成本 所以和通不通关是没有关系的 我反而觉得未通关更加要进取 这样做 因为你未通关 竞争才小 一通关 可能很多东西都已经变回正常 你的经营的环境 竞争会大很多 Kendia 如果申请的过程里面 有没有一两句 震言 小提示给一些企业家 让他们容易申请到 我相信大部分 都是真的中小企 希望得到政府的支援去做 那我们的提示就是 不一定等有大陆公司 才去发展大陆 只要你香港有足够的资料 你都先搞 等它批了之后才做 也是最稳定的做法 这个就是我的小提示 当然 你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顾问 或者是联络我 我也会留下我的WhatsApp 或者查询电话 在这里 欢迎大家来查询